mare 各位欢迎生活说егов的团队 欢迎收看订阅民集团的 sealed视频 我就是由丁浩 今天我们谈谈成交量 很多人说成交量 它是一个同时指标 但对于萧老师来看 可能是一个领先指标 先欢迎萧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小老师我们今天特别谈一个成交量的一个议题 其实成交量它具体来看是一个 老实说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指标 其实很好分辨对不对 成交量理论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在技术分析里面算是非常重要 它真的理论上它应该比所谓的平均线来得 简单啊 不是简单 可是我觉得很简单啊 来得基准 那可是问题是也许很多朋友你在看很多节目 大家会告诉你量价同步到顶或到顶等等等到最后 会衍生出很多种看法 其实我看不对 就是你用一个非常简易的方式 那只要利用交易量 那你就可以判定出最佳的买点跟卖点 就这样就好了 你就看那个交易量 那就只要做出对的动作 那你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举个例子 我们来讲一次我们这次新的欧巴一路好不好 那首先呢 一样就是应该是上一张 来 欧巴马又问了巴菲特 什么是量价关系 对不对 那巴菲特就告诉他 很简单啊 那大家都会啊 所谓的量价关系叫做量仙驾行 然后就天下无敌首相披靡啊 对啊这个大家也有共识啊 然后如果我是我是欧巴马 我肯定骂他火新闻一大串门 对了这个叫口号 那我们首先呢在今天这一段的教学内容里面 我觉得最主要是三项 你要背起来拿三项 第一个到底什么叫交易量 就叫成交量 什么东西是交易量 请问各位 你问你自己 请问什么叫成交量 你说成交量就是 我卖出一张台积电 那么有市场有人买进一张台积电 就算成交量一卖一卖 就叫成交量 所以请问是什么意思 不是是什么意思啦 不是 浩浩买进一张台积电 我卖出一张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成交了一张 那假设他卖十张 我买十张 不就成交十张 好 这是第一个点 那请问 一张跟十张的差异在哪里 差了十倍 对 差了十倍 所以代表说 在这个点 它的能量累积 一张是一张的能量 十张是十张的能量 所以我们看下张图表 来 什么叫成交量 成交量最重要的在于 它告诉我们 因为市场的看法不同 所以它产生成交量 这个大家都会 你要静下来 不要急 你要静下来 到底什么叫交易量 我看好 我买进 它看坏 它做卖出 因为看法不同 才会产生成交量 老师 我要切入 我要直接切入中间 那您刚才说的 有买有卖才叫一个成交量 那我既然有买也有卖 成交量有买也有卖 那我怎么知道成交量大的时候 到底是站在买方 还是站在卖方比较好 对 所以台湾话 有一句礼语叫做 是贵我大便 就是因为当有非常庞大 庞大的交易量产生了 对不对 那我该怎么办 我要站在赢家 我站在赢家义方 回到上一张 你要一个月 二叫同时指标 就是说我可以在第一时间 我重视没有办法理先 可是当发生交易量之后 所谓的同时 就是我在第一时间 我可以针对未来做好评价 然后记住第三项 交易量越大 在那个点 它所累积的能量就会增加 好 我们直接来看例子吧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一档 是不是0056 对不对 全鼓竹最爱 对 各位请看 以这张图表为例 它其实只有两个点 其他都不重要 就是说我们从画面上的 最左侧开始看 是不是有两个最大交易量 对不对 第一次爆出最大交易量 是不是在98,226张 这很重要 我们刚刚讲过 第一个以最大交易量 因为最大交易量 它所累积的能量会最大 所以各位请看 当它爆出98,226之后 请问这里是该买还是该卖 我在第一时间在当天我不知道 第一时间我不知道 可是我隔天我总会知道吧 我再慢也不可能隔天不知道 那隔天我们刚刚讲 西瓜挖大边 大边 多方剩我就做多 空方银我就做空 所以只要隔天或者后几天的价格 是在今天爆大量的一个收盘价格以上 就是多头 那就做多 底下 就做空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子而已 各位请看 所以有些朋友会说 98,226张那一天 我可能没有买到 那就等下一次 如果有来那你就买 又来就再买 老师我这样有问题 我这样买了之后 股票涨上去又跌下来 我又再买 涨上去又跌下来 我又再买 除非这个点在未来它被跌破了 那就是个卖点 那个点你就必须要做卖出 因为不应该 因为有这么大的力量 比方说 0056有在爆出巨量当天 代表有98,226张认为 我一定要买进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忘了 同样在这一天 有98,226张 一定要卖出 那我肯定要卖 所以两个力量是不是在这边 做正面的对决 它对决之后 因为高达98,000张 所以你是不是就看这个点 然后跟着赢家做 什么叫跟着赢家 如果商品价格隔天向下跌 那这个点呢 它已经告诉你空方胜 OK OK 那如果它不跌破这个点 那不代表多投赢吗 不过老师这样来看的话 等于是我买了两次 最后价格都回到原本的一个水货 我买第三次的时候 才能够赚到一个波段 不对 你不能讲买第二次或第三次 它有可能后来根本没有来这三次 就直线往上涨 都会发生 是 你现在已经看到 它是刚好在这里整理了三次 对不对 可是有些商品价格爆出剧量之后 它可能回撤一次 或可能根本不回撤 就持续往上涨了 所以整体上你就以这个点当作多空买卖的一个判定点 所以卖出也是一样 比如说在12万张那边 那我们看12万张这里 这里就今年嘛 这次爆发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这个点 好 是不是一个暴跌 对 好 暴跌你看喔 高达12万4千2213 所以当天 当天观众朋友 不要做任何事情 观察就好 我们到隔天再来判定嘛 对 成交当天是不做决定的 对 我们看到隔天 隔天是涨的 对 这再过一天 来 再过一天 当天也是涨 也是站在这个点之上 可是呢 当天的盘中也没有跌破 对啊 那我又要转空头房了 老师那怎么办 那很多小朋友就会因为这个因素 会去挑剔技术分析不准 不对 这不能说技术分析不准 这个叫洗盘 这叫甩教 一个商品价格 它难免会出现甩教洗盘 这一定会的 或者是市场一个主要力量 它不希望背着这么庞大的散户 跟着我一起走 我一边拉 你们一边再给我做短线抢帽子 所以它难免会做洗盘的动作 那我该怎么办 可是这样子的话 我一定做停水 因为跌破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 伸随四次转 所以伸随四次转就是说 当我有了一个基本的基调之后 我已经确定 我利用量价 可以帮我创造最大的操作收益 然后当它跌破 我举例 我们以右侧 那个12万张 跌破27.5块 好 第三天的盘中 第三天的盘中 你看第三根K棒 那个有长长下影线那一天 那一天的盘中是否有跌破 有 绝对有 对 那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的做法 我会先站在卖方 可是它收盘是不是又站回来了 对 那我就再买回 就这样子 这么复杂 那不是 我一开始要卖方 然后我要回补 然后我再来做买进 没有 这个叫操作 要不然就是定期定额了 好 我们正常来讲 在技术分析里面 当你面对这种洗盘的过程 你就是跟着它来 就跟着这个点 就这样贴着它做就可以 这才是技术指标的一个精神 对 没有错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2327的国序 我也在举例 我们讲国序好了 国序这一次真的了不起 为什么 第一个 在今年2020年 那么企业我们讲 2020年叫高 就是毛利率的一年 你在搜寻个股就是以最高毛利 毛利率可以提升 那叫天下无敌 是 在这一次大陆产生这么大的风暴 企业竟然还可以调升买入利率 我觉得像这种都是 你要给它正向做观察 因为它能调升毛利率 代表它的获利成长 那我们要怎么从成交量来观察 所以我们来观察 我们一步步看了 我们看这个画面 各位请看左侧 左侧呢 国序是不是高点爆出巨量 对 我们事后看它是高点嘛 可是如果今天是 20,766张这一天 我先暂时不做动作 我观察 如果今天我不知道 今天这个叫大量 我知道今天它爆量了 可是我不知道 接下来要涨要跌 可是各位你请看它隔天 隔天开始 商品价格是这个 最大交易量的上元还是下元 它已经告诉你我在下元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西瓜你要挑大的 好不好 西瓜一刀一切 一边小块一边大块 你当然挑大块的 所以一样 如果国序在爆出20766这个交易量之后 国序的价格是在往上的 就买进 就买进 往下你就卖出货做空 就是如此 那一直到 好来接下来一直到去年的8月底9月初 有没有再爆出一个新的交易量 有23000张 对那个中间就不要看它了 是 因为那没有意义 你只看最大交易量 有没有站上去 对最大交易量在23099 所以当它站上这个点它已经告诉你 第一个你要做买进 如果你在20766是做空的 来到23099你的空一定要补 一定要补并且你要反手做多 好 老师我替观众朋友问一个小问题 我们这边讲了如何来做买进或卖出 那我们的停力点 假设我们达成 我们知道如果又跌到原本的地方 那当然要做停止 那如果停力点的话 什么时候要停止 好 其实有一个口诀 我们已经讲很长一段时间了 叫反弹处破底 回升涨势期 我今天无论我是做操作上我做空 甚至于我是做多的 那记住 该商品价格 如果叫反弹 那你记住 你就往前看 商品价格波动 它的波段 波段 波段的波动的低点 代表它一定会跌破前低 它一定会破前低点 好 相对的如果是回升呢 它会过前高 所以举例我们看这张图 在227块 是爆出23,099张的交易量 停住不要动 拜托这张千万停住不要动 中间因为交易量没有大于这两个 你连看都不用看它 因为没有比这两个交易量更大 是 你根本不理会它 所以它代表它告诉你什么 227这一天 它告诉你买进 对 回升涨势期 它会怎么样 它会过前高 前高多少 300 一定过300 那300就是我们的停利点 你可以先行停利 你可以先行做停利 它涨到475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一步一步看 你看右侧 右侧是不是一样 陆续有大交易量产生 对 你就一笔一笔看 来第一个 你只看最大交易量 交易量跟交易量之间很多人会告诉你 无子草丛量 对不对 不要浪费时间的 没有那么复杂 你只看最大交易量 好这个是多头 如果是空放的话 就是看前波的低点了 它会破前低 它一定会破前波低点 前波低点也是我们停利 只要破了 你就要回补了 因为它已经破前低了 你要提防它随时会反转 我举例 我们现在 再回到前一张 来 各位请看 10月1号 是不是27959 对 我们现在前面就不看了好不好 我们从27959往后看 看到今天我们录影这一天 对 我们从27959是去年的10月1号 我们看下一张图 好是不是2795910月1号 对 那前波的巨量是不是在300 碰到 我就 是不是碰到 好来 再来 请看 来 再来 它就爆出天量 是不是3万1 又站上了 那 最大交易量 以 大交易量 以交易量之间的量 你就不予理会 所以我把它全部把它删掉 你连看都不要理它 因为呢 不应该穿着衣服洗澡 对 它会让你无法做判别 所以你该怎么办 因为它无关痛痒 你就把它删除 连你都不要理会它 所以你是把31311抓出来 对 各位请看 3131这个点 这个交易价格在298块以上 所以298这个点 如果是我 我一定站在买方 对 可是我们来看 一直到这个30856这天 这一天有没有个残黑跌破28 我又要停损 老师这波等于完全没赚到 我觉得这是OK的 这根本 根本 我白白报了一个月 我觉得OK 我买 假设我买298 我卖 那个最低点好了 假设我卖到 280 280好了 你说哇赔了2万块 那又怎么样 来你就往后看嘛 然后接下来我买 326到330好了 对 我一张可以赚150块 因为3万张这个报大量 又站上去 你看嘛 我可以 我可以 一张哦 我纵使前面输20 我后面可以赢150 我为什么不做 老师技术分析 其实要求的是几率高啦 不是几率高 而是 我们经 我们经常在讲哦 台湾 台湾话 会乡算就会算了 会乡算 会乡算 我会算 可是我会不会除 我白白米跟人多钱 因为古代农业社会 米价 当然比番薯的价格好啊 那比方说 我今天拿番薯一斤 跟哈昊说 我一斤番薯 跟你换一斤的白米 他如果跟我换 对不对 他就不对了 他算数就不对了 你不能说一斤跟一斤 商品价格不同啊 所以面对操作 你要去算 我用量价结构 纵使我遇到甩轿 对 我一样照着做 你的获利会非常庞大 所以就连1月8号 三万五千张 我们看今年嘛 我们现在录影 今天是2月19号嘛 你看看 是不是国序 一样他已经告诉你 就387 对 他只要不破387 你就是买 接近387就是买 对 你说那万一 他在未来跌破387呢 就卖啊 就卖啊 你说那我买了 我什么时候走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475 破 前破高点 你过了前高 你就可以先走 你做比较短线的 对 我买在390的 哦 那我过475 我就可以先走一趟 你就照着这个结构来 那我相信会是一个未来 提供你非常好的一项参考的技术指标 嗯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讲解的 我特别请萧老师 讲解的稍微简单一点点 原因就是我们前两期 做得稍微有点难 很多官方朋友是听不太懂 其实听不太懂 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萧老师的LINE8 小老鼠过得7178 来做任何询问 那这一集成交量呢 我们已经尽量讲得很简单 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标 告诉他 告诉各位 我们这一个成交量指标 不只是一个通时指标 它还是股价的一个领先指标 对那那隐含 隐含有领先的功能 对啦 好 官方朋友节目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感谢萧老师 感谢各位 我们就下集再见了 拜拜 by bwd6